别人都是被忽悠去演了戏 只有陈坤不走寻常路 靠着起一句话 就让导演请进了剧组 在拍摄让子弹赔钱 姜文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 就是胡岸这个角色 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演 因为又要年轻 又要演技好的演员 在如今这个小鲜肉横行的时代 属实是不多见了 歌风话还是演胡岸这种高难度的角色 姜文那是一个仇啊 就在这时 姜文参加一个酒会 意外遇到了陈坤 一番寒暄之后 陈坤主动问起姜文 最近是不是在拍电影 姜文或许在酒精的作用下 也如实说出了自己的苦难 于是陈坤立马抓着机会说道 你看我这样的偶像型演员 你敢用吗 片子里有我适合演的吗 姜文一听 敢这么跟自己要角色的 还真没几个 于是愣了几秒后说道 有适合的啊 就这样 陈坤成功进入了剧组 事后姜文说起 虽然片中角色需要演员杨刚气十足 甚至有些匪气 但他觉得这些也不全由外形决定 陈坤这种直接发问的方式 倒是让他觉得有几分匪气 而陈坤也没让他失望 一句 让多少人看完后 会看得牙痒呀